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 赃律师栏目 有一位客人想要入境美国之前 就已经找到赃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赃迪凯律师 帮他做入关的保驾护航 可是正当这个客人准备登机的时候 机组却拒绝他登机 赃律师到底是如何帮他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我们来听听赃律师的详细的介绍 赃律师你好 大家好 赃律师您这个客人登机为什么会被拒呢 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最恐惧的是 为什么我们律师团队会需要帮客人登机 我们有大概四五个人全部在等待在微信 来帮助这个客人登机 但是为了保驾护航 从中国起飞 从日本起飞 到了墨西哥 墨西哥再转机到提花呢 这所有的过程有好多个班机 常常很多人从德国飞过来 或者从法国飞过来 因为这些都是这个航班航线 常常在机场就会出到问题 所以我们这么多的经验 每次起飞 到了地方要转机 上飞机 离开我们的团队都需要来确定他们可以登机 因为太多 太多次出了问题 昨天我们有一个客人就是这样子 他自己订了所有的航班 订机票不是一个难事 很多客人会请我们订 我们就订 我们也没有多收费 但是这个客人他自己订完 因为他很厉害 没问题 但是订完之后 他也不知道 他必须一定要check in 所以他到了这个 他到了机场的时候 墨西哥航空公司说 对不起 我们 你因为你没有check in 我们已经把你那一张票 卖给其他人了 现在你需要等三天 我们有下一个航班 你可以搭 这就完了 因为我们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和海关沟通 要让他第二天入境 今天入境 这是昨天发生的 那要是错过这个的话 我的时间也被担扰了 我秘书海关所有的时间 这个客人他进来美国 有好多事情要办 这个耽误这个就大了 但是航空公司又不说英文 也不说中文 客人也不说西班牙文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还好当场我们的墨西哥团队 is on standby 马上开始跟他沟通 然后马上找他的supervisor 他们一直说不行 不行 不敢怎么说 我们飞机已经满了 已经满了 只能等下一班 只能等下一班 那对我来对我来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不对 又不是美国 原来是美国的话 我可能会多一点事情 要是中国的话 我们中国团队会多一点 但是在墨西哥 他们的航班出事情 我们怎么帮忙 这个时候 我们 我一位秘书 Gabby 它是会来的 他说其实我们订这个航班 我们以前帮很多客人订过 我知道他们的文化 他们很讨厌退费 所以我们就要求 那请你现在马上退费 现在马上退费 我们找其他的航空公司 结果跟这个长官 炒完不到几分钟之后 客人说没问题 他们已经把新的 Borning Pass给我了 我现在准备上飞机了 只是耽误了一下而已 所以了解文化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时候不是法律 另外一个客人 是在日本登机出问题 日本是非常守规矩的 他们不知道 持有绿卡的人士 不需要墨西哥签证 就可以飞过来美国 他们坚决不让我们的客人登机 但是我们把法律印出来 给他们说 你们不做的话 我们就告你们 虽然我们是美国律师 但是客人在日本 而且是非常清楚的解释 持有绿卡 是可以入境墨西哥的 结果这个客人买了 几乎头等舱的票 你不让他登机 把所有的行程给delay 那就是日本航空公司的错 这个时候他们的机长道歉 亲自带客人上飞机 有太多这种飞机上的 这种问题跟情况 客人在机场 可能身体很累 想不太清楚 要是语言沟通又有问题的话 那又是另外一层问题 然后真的要是 就算语言沟通 可以的话 怎么解释 才是最适合 对方可以接受 然后愿意来帮忙客人的 这也是需要一个智慧 所以我就很 我很佩服 我们墨西哥团队了解 墨西哥航空公司的这个做法 然后怎么样才会知道 按什么样的button 才会让客人 才会让他们愿意帮助我们客人 所以这个是昨天才发生的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这个乌龙事件 但是也蛮有趣的 好 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介绍 看来作为一个律师 不仅仅要了解美国的法律 还要了解世界各地的法律和文化 那我还想请问您的是 为什么您的客人 一定要从中国或者是日本 或者是欧洲一些国家 先从墨西哥转机进入美国呢 它和直飞到美国 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因为我们太多客人 要是入境美国的话 就有问题 对不对 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你的绿卡掉了 你有绿卡 但是掉了 然后美国申请不到 或者是申请了 需要打指纹 你飞不进来 领事馆拒绝 已经拒绝好多次 你进不来 或者是你有犯罪记录 那你进来的时候 就马上被抓 或者是你在国外犯罪 然后以前已经被拉进小灰屋 那现在怎么解释 有问题 所以这一次入境的时候 需要律师亲自陪同入境 或者是你离开美国 超过一年 超过五年 超过十年 对不对 有些客人的案子是特别困难 你要是入境的话 马上绿卡被没收 要去法院 所以这种情况的 这些客人会请我们说 从中国 从欧洲 飞到墨西哥 我再下去墨西哥 亲自接他们 带他们入境 不过在做最后这一关的事情 对不对 墨西哥入境的最后这一关 前面有太多的事情 也需要处理好 否则没有前面就没有后面 所以说如果客人遇到 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的话 还有一条更好的路可走 对吧 就是可以绕到美国 从墨西哥再入境美国 是的 我们已经做了大概超过 150个像这样子的案子 所以也是 每一个案子都学到很多的经验 所以昨天这个事情 我觉得真的有点好玩 虽然大家都非常的 冒了一场冷汗 但是还是解决了 那我们假设一种情况 如果说您的这个客人 真的被那个 墨西哥的航空公司给拒绝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就船到桥头 船到桥头自然值 Right We just have to make it work 我们原本是定在今天入境的 要是他是明天才来 那我们就要试着跟海关沟通 可不可以变到礼拜一 我在改我的schedule 要是我原本要在公司 跟客人见面的 那我可不可以用zoom的方式 I mean we have to make it work 客人委托我们 这个我们就必须 把这个任务达成 所以说要做一个好的律师 真的是不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 要了解全世界各地的 法律和文化 而且还要做好 随时变通的这种可能性 好 再次感谢张律师的介绍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拜拜